哈囉各位看官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各位看官可以去FB搜尋 Shunno實況工坊 NO要記得打日文 或者是到我影片下方說明欄中 找到我的FB專頁的連結 那我偶爾會在FB粉絲專頁 放一些比較小品的影片 那偶爾也會放一些我的一些實況的短精華 在我的FB專頁 所以各位看官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我的FB專頁看看 也可以去點讚 好啦那我們影片就直接開始吧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雲本實況 我是雲鼓烈 今天我們晚一點 Love Life過來到FB裡 沒錯 今天我們終於要來出現Master普面啦 終於讓我等到兩首新的Master 那我們就趕快來出現實況 那我們今天一樣也是出現兩首歌喔 我們第一首要出現的 就是這一首 Morgan Type ABC 冒險Type ABC 好那這首歌呢 這首 其實我有點忘記它是在哪個時期推出啦 但是它算是在水團裡面比較後期的歌喔 對然後就是 這首歌呢是水團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九個人這個 九個人唱的喔 所以我們也會帶九人的隊伍 那這首歌在SF出Expert的時候 我個人是沒有太大的印象 應該是沒有到很難 歌曲長度是不是有點偏長 我也不太確定喔 但是既然沒有留下太大的印象 那應該 不至於會到魔王曲的難度啦 不過 這一次Master 它是十二星無花條 看到十二星無花條 我們要先緊張一下 因為它有可能會出很難 但也有可能會跟那個 之前那個 Dancing with Minotaur 差不多難度 那就是簡單 可能 還會被說是假十二星之類的 那不知道它的難度最近會接在哪裡喔 不竟它Expert沒有給人太大的印象 所以 這個定位是很不明的啦 總之呢 我們就來 先來號 100題 因為它的 今天十倍 今天最後一天 還是有的齁 所以我們就選擇水團 然後我們隊伍就是 沒錯 就是水團綠隊 然後來出現我們這個 十二星無花條的普面 究竟能不能夠 順利的出現FC呢 好啦 那我們就出現 這個 準備開始吧 我也是很久沒有出現十二星喔 希望可以 好好表現 咳 好 那個雷聲還是很大喔 大家應該還是會聽到喔 雖然我有被 雖然應該會被遊戲聲音蓋掉一點 它還是有點快的 哼哼 如果可以 也要 讓我們會出現 任意 尤其 所以 良好 我們是 剛剛那個差一點錯誤不及 阿!左隆 阿!最後好一點 沒了嗎? 好我要先幫自己理由博一下 我今天下午剪指甲 然後我下午大概12點才1點剪指甲 然後我4點拍這一部 所以我完全是剛剪指甲的狀態 通常這種時候我會無法習慣 因為我上一次玩是那個嘛 指甲是很長的 然後突然指甲沒有打 那個感覺有差 所以我看 花了一點時間去適應那個 手的觸感 然後我們先來講解一下這一首的譜面 這首譜面呢 我先講難度 我認為它就是一個中規中矩的12星 12星中衛 它比Dancing with the Minotaur難很多 但是它也不到魔王曲的程度 其實它已經有一點到魔王曲的程度了 我們先來看無強判成績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FC阿 阿!只有一個Good 不知道在哪裡 那這個算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還算不錯 而且頻率接近90% 對 但是很可惜阿 還是沒有出見無強判的FC喔 但是 我認為它是 它算是有點偏難的 當然它還是比魔王曲簡單一點 但是它 我覺得它的難點在於 它 它這首簡單的地方在於它沒有 太 應該說它完全沒有刁鑽的配置 可能有 就是 左手樓梯跟左手打那個三連的時候 還有那個 那個 同一個地方連續按三下四下 那都是難點 呃 那都是刁鑽的地方 也是難點 那 可是這個說刁鑽嗎 也沒有很刁鑽 因為它沒有出見殺 它沒有 反人類配置 但是 它的難點我覺得不少 除了它整首歌節奏算有點緊之外 它有樓梯 它有連按 它有很多就是 速度快的配置 所以它這首 其實算是一個 偏難的12型 但是因為無花雕 12星 其實大多都已經 是魔王曲的配置了 所以我會認為它就是一個 中衛 12星的中衛 對 就是正規 中規中矩的12星 對大概就這樣 以上就是我們 冒險Type A B C的技術總結 那我們 很高興可以 這一首是順利的出見FC啊 那無強判就再練一下吧 謝謝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首歌的出見 實況 那我們稍待會兒要來出見的是第二首歌 好啦 那我們就稍待會兒見吧 好 那接下來我們第二首歌要出見的 就是這一首 Sakura Bye Bye 沒錯 這首歌呢 就是 我們之前也有講過喔 就是我們之前出見過這個 Sosuke Desune 跟這個 Guilty Flower Party 這兩首歌 加上現在這一首 Sakura Bye Bye 這三首歌呢 他們都是在講畢業喔 所以對我們來說 對於這個 一路看著水團成長的 我們來說 算是一個 一樣叫沉重的歌曲 但是這一首 Sakura Bye Bye 這首由 夏龍所唱的Sakura Bye Bye呢 恩 因為他歌曲整體呢 還算是蠻 算是蠻嗨的啦 至少個人感覺 蠻嗨的 所以呢 這個在 夏龍的演唱會 算是一個 很好帶動氣氛的歌曲喔 那像我自己 有參加過一次 夏龍的Live 看轉播 那首歌是放在最後 用來那個 帶動氣氛的歌 然後 也有 Bye Bye的意思嘛 對不對 對 然後這一首呢 終於是在最後 就是 出了三首歌裡面 他是最後 出了這個 Masker 普密喔 那這一首呢 我覺得他在剛出 出X的時候呢 呃 算是 算是 偏難喔 因為他跟 Duty Battle Party 都是偏難喔 只是 Sociko Destiny 嗯 相對比較柔和一點 只是他也出了12星喔 就 對 就Sakura Bye Bye 出了12星 然後是滑條喔 那 感覺 他應該是一個 有可能 滑條難 有可能 滑條以外的東西難喔 就不知道會怎樣 就可能 我個人感覺 他是有可能 會做很難的這樣 好啦 那我們就先進去啊 一樣 一白地喔 希望 還是希望可以那個啊 順利出劍 FC好不好 那 我們只好看有沒有 Sharon 看來是沒有喔 那我們還是選個 鬼團 然後 就是這一 呃不是這一隊 等一下 我告訴我一下 就是這一隊啊 這個 Sharon的 綠隊 好不好 我們就直接用這一隊來出劍 Sakura Bye Bye的 Master 看能不能順利的出劍 FC啊 好 那我們就 直接 開始吧 還是有點緊張喔 而且每次聽到日火歌 我就會想到那時候看轉播 對啊 那個感覺還是會讚 你知道嗎 喔 一開始就大滑條 喔 這個有點 有點硬 喔 喔 大滑 喔 這個短 短面條有意思喔 喔 那個啊 接是接長條 啊 剛剛差點 左手無力 喔 蓮華 啊 這個是 啊 這個蓮華 死人了 會殺死人 這個出劍 真的是沒辦法喔 這個出劍 真的是沒辦法喔 真的是沒辦法喔 這個出劍 真的是沒辦法喔 啊 又是蓮華 啊 又是蓮華 我完全沒有想到那個節奏 那個旋律 那邊塞蓮華 完全被連滑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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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我在那個 水團第二季OP的Master 就已經看過那個配置 但是到現在 我只要是出劍 看到 連滑 還是會 不聞 很明顯嘛 我第一次 我遇到第一波連滑的時候 我是有先接住 然後是 滑完 開始失去那個嘛 失去重心 再開始掉其他東西 對 但是 是 毋庸置疑的 他殺人 他還是殺人 各位 這首歌的combo 999 這個數字 很會控喔 做譜的很會控喔 999 好像不是第一首 999combo的歌對不對 好 反正呢就是這樣 這首就是Sakura Bye Bye 這首歌 不用我多講了吧 他很明顯 他的難點就是蓮華 他其他的感覺 就 難度相對低一點 但不難嗎 我覺得他的難度 如果不看蓮華的話 難度跟剛剛那一首那個 冒險Type ABC 是差不多的 就是中規中矩的十二星 但是 因為 蓮華的存在 使得他 難度又上升了一個檔次 我覺得他的難度 應該跟我們之前講的那個 水團的動畫第二季OP 那個未來我們知道 什麼有的沒的 對就是那一首 是差不多的喔 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對 對 因為他其他部分 其實也沒有這麼簡單 他是有一點緊的 有一點硬的 對 所以我認為他 他算是 中間偏上位的十二星滑條 因為十二星滑條 其實 有簡單也有難的 所以我認為他是中間偏上 對 所以這首 最難的地方 無庸置疑就是蓮華 那其他地方可能 如果你技術好一點 你可能都可以輕鬆的 帶過 蓮華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 你滑完 主要是滑完之後 你再打那些單劍雙劍 你可能會失去你的準度 所以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連滑 你當你適應的連續滑之後 你會開始比較難克服的地方 就是這個 就是你滑完之後 你失去了重心 失去了準度 對 至少我是這樣啦 好不好 好 好 那以上就是 Sakura Bye Bye Master 浮面的技術總結啦 好 這次連續 兩首歌都帶了同一張Ruby喔 好 那 以上就是我們兩首歌的這個 Master出劍都順利的結束啦 然後有順利的出劍F11首歌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Master出劍實況 再一邊告一段落啊 對 那我們今天的實況 就先就到這邊阿 如果你喜歡薰谷烈這樣子出劍Master的實況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喜歡並且分享 想繼續收看的話可以影片的下方給訂閱 從現在開始成為看法比研究店 出賣一下鈴鐺 所以 影片有什麼意見 對圖面有什麼看法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評論希望留言 您這次見也會引入最大動力喔 一般追蹤的VTLIG 好啦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阿 煩你